这是一个诡异的小山村 村里遍地都是老鼠 老鼠不吃粮食 只吃生肉 尤其喜欢细皮嫩肉的婴儿 这天 大壮带着儿子去看病的时候 路过这个小山村 当父子俩走进村子时 村民都停下手里的活 盯着他们 眼神里充满了意外和恐惧 村长站在高处 看着这一切 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尽管如此 村长还是把两个人带进了村子 夜幕降临 村民们聚在一起开会 村里的鼠患越来越严重 连猫都成了老鼠的盘中餐 好几个孩子 耳朵都被咬掉半边 村民们连个安稳觉都不敢睡 长死一亡 恐怕整个村子都要被老鼠啃干净 听到这里 大壮突然开口 他精通药理 可以配出老鼠讨厌的药粉 再配合他发明的独门底因 可以帮村子去除鼠患 怕大家不信 大壮拿出笛子随意一吹 老鼠果然是四下逃窜 村民们非常高兴 村长更是承诺 失诚之后 送大壮一头牛子为报仇 大壮十分开心 这下儿子的医药费又着落了 第二天 大壮带上儿子去山上采药做成药粉 白色药粉有老鼠非常害怕的味道 黄色药粉则是老鼠喜欢的味道 大壮把黄色药粉打在山东附近 再用白色药粉撒出几条通道 然后把大量的白色药粉撒在火堆上 火粉燃起了浓烟 顺风蔓延到整个村庄 紧接着 大壮吹起鼻子 伴随着笛声的浓烟 老鼠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 顺着药粉撒出了路往山东方向跑 如此庞大的鼠群 大壮惊呆了 最后在儿子的配合下 成功将鼠群感激山东 用大石头牢牢毒死 鼠患终以解决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村长的态度却发生了大转变 大壮带着儿子 费尽心思的帮村子去除鼠患 为此大壮还摔断了腿 晚上大壮按照约定来拿报仇 可当他伸手去拿的时候 被剁掉的手指 还被村民扔了出去 原来村长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报仇 他拿出准备好的死猫 骗村民说鼠患并没有解决 又把大壮的行李翻了出来 拿起一张地图 指控大壮是线帖 用药粉燃起浓烟 是为了暴露他们的位置 而笛子就是大壮传递消息的工具 村民们信了村长的说辞 愤怒的对着大壮拳打脚踢 他们早把清除鼠患时的开心抛到脑后 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大壮 村长义正言则地表示 绝不允许破坏村子的人存在 这个时候村里的女巫浑身是血地走了过来 她好像被什么控制了 嘴里念叨着 然后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这个恶毒的诅咒其实早就存在 在十几年前 他们居住的村子爆发了瘟疫 村长把所有染病的人赶到了山里 上一代女巫带着那些病人建立了现在这个村子 没过多久 战争爆发 走投无路的村长找上女巫 希望女巫能够收留她们 女巫看着还在墙堡中哭泣的婴孩 同意了 村长转眼就翻脸不认人 把女巫和病人全部关进老鼠洞 没想到女巫却活了下来 并用自己的生命发出诅咒 外来的客人会在无月之夜 无日之寿 一日之内将你们全部杀光 从那时候 村子就开始闹鼠患 而村民也开始惧怕外来的人 村长把大壮父子扔到村口 父子俩相互搀扶着走了很久 饥饿难耐的儿子吃了一个饭团 然后就口吐歇血倒地身亡 原来村长在饭团上毒了毒药 大壮抱着儿子的尸体绝望伺候 他好心帮村子去鼠患 他们污蔑自己就算了 竟然害死自己的儿子 他要复仇 他在身上 涂满老鼠害怕的白色药粉 用石头砸烂被砍掉指头的左手 用血和碎肉撒在山洞外 跪在地上跟老鼠建立联系 随着笛声响起 老鼠们乖乖跟在大壮身后 悄无声息地涌入沉睡的村庄 鼠群很快吞噬了村民 村长终于怕了 他一手拿火把一手拿刀 疯狂驱赶着周围的老鼠 可一切都是徒劳 鼠群散去 村长成了一滩血水 天亮了 大壮吹着笛子 打扮成小丑的模样 蛊惑着孩子们走进老鼠洞 他的复仇完成了 本篇改变自黑暗童话 花一目的手 这部影片完美反映了人性的泯灭 原本善良的大壮 一步步被逼向灭亡 这样的结局 看似很残酷 可比鼠疫和战争更可怕的 难道不正是人心呢